本想让狮子和老虎交朋友,结果双方大打出手。 种类不同,比其性格也有差异,它们能够走到一起吗? 科技博览正在不处。 深圳野生动物园尝试培育老虎和狮子的杂交后代。 然而成年后的狮子和老虎在一起,经常会打架,更别说产生恋情。 在自然界里,相割千山万水的老虎和狮子,怎样才会产生恋情呢? 有人想出了新的办法。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六七年,老虎和狮子之间的恋情依然没有个结果。 大家有些气馁,怎么样才能让它们产生恋情呢? 到03年的时候,我们开始感觉到,会不能不能人为的想着特殊的办法,把公狮子的数量控制一下, 或者是干脆的不放公司出去,就像它只有母狮,跟老虎在一块,会不会好一点。 把公狮子和公老虎放在一起,然后把母狮子和公老虎放在一起,会不会有结果呢? 又是一年过去了,一天,大家惊奇地发现,一头名叫苏苏的公虎,和一头名叫明明的母狮,形影不离,非常友好。 在人工圈养条件下呢,它会出现的话,因为这个动物长期在一起待着,长期一起在一个眷舌,一个龙舌的长期相处啊, 它这个气味之间互相非常熟悉,行为也非常熟悉。 在这个繁殖期到来的时候,它已经进入这个发行交配季节了,因为没有同类的个体,别无选择,这个往往不同种个体呢,杂交的话,往往就能够实现。 公虎苏苏和母狮明明互相舔毛,显得非常亲密。 而且接下来的一个星期,苏苏和明明在一起,独自发生交配行为。 说实话,当时看到那种行为,心里特别开心,这些我们第一步已经做到了。 但是,他们的恋情会不会开花结果呢? 大家心里多少,都有些怀疑。 因为查了很多资料,这个就是说,就算是交配了,也不一定受孕。 就算受孕了,也不一定就说,产下来能成活。 根据资料记载,老虎和狮子交配受孕的成功率仅为百分之一,而成活率则更低,仅为五十万分之一。 所以,这种杂交后代,欲显珍惜。 又过了两个月,大家发现,母狮明明的肚子大了起来,而且走路也变得非常小兮。 大家猜想,母狮明明肯定是一样的。